周冬新闻网上号发疫情关键是 阳东西为两岸神经科主治研论 谢炳贤就指出 此时节日夜温差渐大 血管在快速收缩放松情况下 一旦血压没控制好 或年纪大血管壁弹性变差 就亦导致中风 事实上脑中风是有迹可循的 他提到除了常听到的眼歪嘴鞋外 包含手脚或脸部突然发麻 无力突然口齿不清 视力突然模糊 突然不乏不稳 突然不明原因的晕血或头痛等 都未值得注意的警讯 应尽早就医治疗 谢炳贤在脸书专页 守护家人的带刀侍卫谢炳贤医师 宜兰神经外科推荐交际诊所 阳明医院颈椎腰椎微疮手术 发文分享中风可分为出血型及梗塞型两种 由于发作时间短 很容易被忽略 因此若能及早发现下列五大征兆 就能尽早获得治疗 一 手脚或脸部突然发麻或无力 脑中风会导致中枢型颜面神经麻痹 因此若是突然出现脸部表情不对称 眼歪嘴斜 口水不自主流出 或是感到单侧肢体或面部麻木 无力下垂等 都需要特别留意 二 突然口齿不清或听不懂别人说的话 当供应脑部的血液循环阻塞 或控制语言区出血 会导致脑细胞缺氧及氧粪 影响脑部功能 进而出现咬字不清 无法说话 达非所问 理解能力下降等症状发生 三 单眼或双眼视力突然模糊 掌管视觉的脑部区域出血 缺血受伤 或是视神经受到压迫等 都会造成突然的视力模糊 看到叠影 或视野缺损的状况 四 突然步伐不稳 失去平衡或协调 脑部血管破裂出血或阻塞 而压迫到控制躯干肢体区域时 则容易伴随单侧肢体无力 走路不稳 向某一侧倾斜 甚至是无法活动等症状 五 突然不明原因的晕眩或头痛 若是突然出现头晕目眩 头昏脑胀 感觉到特别疲累 或是有剧烈头痛 恶性 呕吐的症状时 就要特别留意有脑中风发作的可能 根据为腹部统计显示 脑血管疾病在国人十大死因排第五位 平均约42分钟就有一人死于此疾病 心脏外科医师肝踪本先前提醒 中风治疗分秒必争 呼吁务必牢记 FAST口诀 F代表FACE 观察患者面部表情 两边的脸是否对称 A代表ARM 观察患者两边肢体力量是否有不一样 或有一边肢体缓慢 S代表Speech 观察患者讲话是否清楚 有无大舌头 T代表Time 记下患者发病时间 其中 记下脑中风的发病时间非常重要 外科医师江坤俊说明 主要是关系到医师后续是否要施打血栓溶解剂 因为有它的危险性在 建议不要超过三小时 否则会造成全身性大出血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